大家好 我是修車阿中 今天我要所要講的是 如何開啟時空之門的研究 我大膽的假設 開啟時空之門 最基礎的方法是 物質的振動 我今天就做一個實驗給大家看 這是大膽的假設 這是在我一個實驗當中的大膽的假設 好 我現在就來解釋給大家看看 利用紅外線光束 經過兩個馬達的振動 振環轉的振動 那個是振轉 這個是環轉 光束的振動 來打動光束 如果能打動這個光束 就表示 物質可以去振動 時空之門 好 現在 我 拿起這個相機 通過的第一個風扇 去敲打這個光束 在這個風扇中間 第二層的敲打 那有經過三層的敲打這個光束 第三層 光束去打 這個振動 好 敲打之後 這光束通過 要打這個 這個點 這個點如果 假設它會飄移的話 表示這個光束被我震動 我目前來看 是有飄移的現場 不過這個要經過再仔細的研究 更出入了正式 如果能敲打動光線 用震動能敲打光線 那 時空之門就可以開啟 這是我 標差裝的點子 開啟 時空之門 可以用震動 開啟 看看 二 開啟時空之門 可以看到 光一點的 飄移 出負的證明 震動 可以 影響 光束 光的點 會飄移 好 今天我就彈下去